巴黎铁塔同款设计师出品的酒装你去过吗? Bellefon-Bellefoum 大家好我是Bellefoum 今天我们来到了Château Bellefo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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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我旁边就是Bellefoum Bellefoum 今天由他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Bellefoum 大家好我是Bellefoum 我是Bellefoum Bellefoum Bellefoum 我是Bellefoum Bellefoum Bellefoum 我们有一个喜爱和乐的 在2017年 酒庄的庄主郭炎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香港体育家 出生在越南西洋市 从小深受法国文化的熏陶 在1997年摆下了位于山里农产区的欧比松酒庄 成为了首位在波尔多买酒庄的中国人 从此与法罗夫的酒结缘 之后陆续收购酒庄 至今郭先生有其子女拥有七座在波尔多右岸的酒庄 贝勒芬酒庄在2006年被评为了山里农产劣集酒庄 郭先生于2017年底收获了这个酒庄 也成为了全球唯一拥有劣集酒庄的中国人 现在我们来到了二楼 二楼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会议室 大家能看到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开会啊 或者是做晚宴都可以 整个湖宝最大的房间就是这个55平米的总统套房 非常漂亮的一个套房 拥有三个大的窗户 能看到外面的非常美丽的葡萄园 贝勒芬酒庄现在拥有14间豪华客房 同时能容纳30多人的入住 提供娱乐室健身房游泳池等设施 最多的一次接待了300多人的大庭宴会 2019年少庄主郭豪先生和他的太太 在这里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 贝勒芬酒庄是由波尔多的一个百年贵族家族所创办 18世纪末 Louis Francois的Belletier国局 首先在这里建立了葡萄园 19世纪初他又建造了酒庄 并命名为Belletphone 这个名字来源于法语中的Belletphone 美丽的泉水 贝勒芬酒庄一共有13.5公顷的葡萄园 它的位置在山米伦的南坡 我背后呢 这个山的后面就是一级的酒庄 沙特巴利和沙特托罗蒙图 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优越的 坐北朝南 这里种植了75%的梅勒 15%的贝勒猪和10%的赤家猪 1851年伯爵去世 酒庄没有直接的继承人 几十年内多次转手 最终在1889年被福尔家族买下 新庄主皮埃尔福尔是一位著名的农业工程师 他在原城堡的基础上 建造了一个圆形的酒窖 并且邀请巴黎铁塔的设计师 古斯塔夫艾弗尔先生 帮助设计的酒窖里面独特的 环形屋顶 在100多年前就能用 木头和钢架做到如此大的靠度空间 并且不靠任何的柱子支撑 可谓是当时的高合技建筑构造 我们现在来到了酒庄的发酵车间 这个地方是用于最初的葡萄酒酒精发酵的地方 所有的葡萄手工采干之后 放入每个不同容量的水泥发酵罐里面 水泥发酵罐的大小是根据每个地块的产量不同 这里有64百升 70百升 93百升 106百升和100百升 因为不同的地一块它标注了不同的地好 然后我们这里有13号罐和14号罐最大的两个 一个是150百升和262百升的 这两个并不用于酒精发酵 而是用于最后的酒精调配 最后我们所有的酒经过发酵和储藏以后 我们要把所有的圆浆酒叶放在一起 来做一个法文叫Assemblage 所有圆浆酒调配 发酵舵中间的位置我们放了一个垂直压榨机 这个是在酒精发酵结束以后 我们会把自流酒放到每个小的橡皮桶里面来做储藏 剩下的酒渣酒皮我们会放到垂直压榨机里面来做压榨酒 最后我们储藏结束以后 会决定我们今年的压榨酒会勾兑多少回到圆浆酒里面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一个垂直压榨机 在总经理的概念下我们来到了项目桶轿舱间 比较有意思的是酒庄的主人在分心酒窖的时候 特意在酒窖里面保留了一面16世纪的古墙和一口老井 贝勒芬酒庄的法语名字指的是山坡上留下来的美丽的泉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酒庄世世代代保留了这口古老的全景 大家都知道在布尔多 储藏葡萄酒都用这样的小的225升300瓶的橡木桶来做储藏 但是在贝勒芬酒庄用了三个巨大型的橡木桶来做红酒的储藏工作 正牌酒和副牌酒依据每年的年份不同 在这里储存15到18个月 最后我们所有的酿酒师会在一起来品尝所有的圆江酒业 决定哪一个我们放在正牌哪一个我们放在副牌 贝勒芬酒庄的葡萄酒并不是特别追求它的重筒的味道 所以它在每一年的这个橡木桶储藏的工作当中 用30%的全新的橡木桶 用30%用过一次的橡木桶 再用30%用过两次的橡木桶来做橡木桶储藏的工作 所以最后在我们的葡萄酒当中 并没有特别重的这种桶的味道给到葡萄酒里面来 参观的最后我们有幸进入了酒庄最神秘的一间房子 那就是庄主私人收藏红酒的酒窖 酒庄的人叫它历史图书馆 这里有着100多个年份的存酒 并且还有很多大瓶装的校藏 看着老曹直流口水 我仔细寻找着我的1985年份酒 看到的时候特别的兴奋 好想买相尝一尝 但又起了敬畏之心 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一瓶一瓶的老年份红酒 也是一代一代酒庄工人劳作的成果 和庄主精心的收藏 哇塞 我竟然看到了镇庄之宝 有一瓶1926年的酒 这真是比我爷爷还要老的一瓶酒 在总经理的陪同下 酒庄给我们准备了两款干红葡萄酒 2018年的正牌酒贝勒芬虎堡 和副牌酒贝勒芬之塔 2018年份在沙米伦产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这些酒去年夏天才在酒庄内完成灌装 我们先尝了副牌酒贝勒芬之塔 虽然是一个很新的年份 但是开瓶后非常迷人的红色水果的味道 还是惊艳到我们 项目的香气已经完美的融合到了酒体里面 喝起来完全没有新酒的那种酸色的味道 浓郁的果香充斥着整个口腔 这个酒我们可以储存 可以现在喝了 状态非常好 之后我们又尝了正牌酒贝勒芬古堡 同样的年份同样的团队 但是2018年份对于庄主郭延先生来说非常的特殊 是他接手酒庄之后的第一个年份 对于整个家族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像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这款酒闻上去有非常强的黑加纹的味道 颜色比起富海酒来说也浓郁了很多 能感受到非常细腻的丹鸣 酒体非常平衡 这些原因其实都来源于是阿米伦独特的石灰颜质土壤 我们竟可以储存10到20年之后再饮用 完全没有问题 这款酒也是非常棒的一款沙女文业机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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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